台版权志嫌!中摇重现美人鱼上漫! 海人鱼首播记者会!图记者业证薰社,2018402。 台湾难得一键深入海底拍摄的电视电影《海人鱼》故事讲述透过人鱼的视角,发展出的一段浪漫爱情故事。 许多人把该片跟韩星泉志嫌演出的蓝色海洋的传说做比较,但中摇表示,二个作品拍摄的时间差不多,因此没有谁抄袭谁的问题,而且海人鱼比较Bulkers在水下的情景,跟韩剧也有很大的差异。 片中饰演美人鱼的钟摇,金,二,日与另外两位新生代演员,李佩玉,蔡拿威,出席首播记者会。 中摇坦言为本片吃足苦头,因为他小时候期,八岁左右,曾在巴仙乐园有溺水经验,因此很怕水,但这次不仅要下水拍戏克服恐惧,更必须穿上重达8公斤的人鱼尾琪,化身美人鱼,挑战高难度的海底演戏,相当辛苦。 中摇坛 中摇坛段发美人鱼也相当漂亮。图举照,2018402。 联访时 中瑶被问到于小月无私嫌合作电视剧资的时代 爆出假戏真作仪式 直白表示是为戏宣传潮了一下绯闻 但小乐之后又爆出与尚宇威也假戏真作 甚至和中瑶的前男友吴康人 曾经一度闹僵 中瑶坦言又发现小乐为此心情不太好 但二人并没有聊到吴康人 中瑶虽然有关心问小月怎么了 可是小月回他跟奈没关系 他也就没有再继续戏问下去 不过中瑶说 未来还是会跟小月保持联络 二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起磕打 左启 左启 李佩瑜 蔡拿威 中瑶出席海人鱼电视电影首播记者会 图记者验证薰更新日 20101804 图记者验证薰社 20101804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